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這一節我們來講一下一頁式網站的行銷應用 像我在懶人包2.0的這個版本 我的行銷方式就是在課程製作中 還沒有完全製作完畢之前 我先去曝光我這個第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是讓有興趣的人加入等候名單 所以我做了一個一頁式的網站 這個是Landing Page名單收集頁 右邊這邊可以填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填寫他的email 然後點擊加入等候名單 這個頁面底下我這邊有說明 如果加入我的名單之後 請記得把我的信件移到最主要的信件夾 這樣才不容易掉到促銷信件 或者是掉到垃圾郵件裡面去 如果是電腦版的話 就在這邊 在促銷郵件的地方 把我的信件拉到主要信件夾 然後在我的名字上面停留兩秒鐘 然後新增為聯絡人 這樣子信件就比較不會丟到廣告信件夾 或促銷內容去了 然後他一旦填寫email 加入等候名單之後 就會跳轉到感謝頁面 那我們再看第二種方式 這是可以合併第一種方式同時使用的 就是搭配直播的銷售方式 第二種呢 我做了一個Landing Page一頁式網站 這個網站呢 我詳細告訴大家說 我會在我的直播節目裡面 做一個簡單教學 然後告訴大家 我之後的課程內容包含哪些 然後我會放入一個倒數計時器 就是只要倒數結束之後 就是我的直播開始的時候 右上角呢 會有一個加入直播的按鈕 一旦他點擊之後 就會出現加入直播的名單 那當他填寫送出之後呢 就會註冊我的直播間 那我的直播呢 是用zoom 或者是webinarjam 通通都可以 那我們再來看到第三種頁面 就是直接銷售頁面 這個頁面呢 就是讓人家直接報名 然後這邊有詳細的說明 報名課程的內容有哪些 然後最底下呢 就會有一個結帳頁面的資訊 當他填寫完畢之後 然後使用信用卡 或者是用PayPal 或者是用網路ATM 或者是ATM貴源機都可以 他就可以去付款 那付款完畢之後呢 下一步就是自動跳到這個課程頁面 那這個課程頁面呢 會詳細列出課程的內容有哪些 那一旦他點擊課程內容進去的時候呢 就會跳到這個課程的內容頁 左邊呢 是每一個章節的課程內容 右邊呢 就是點擊之後 課程的影片 就是在右邊顯現 那如果你課程都已經全部完成了 之前的這個頁面呢 等候名單 你就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如果你要做直接銷售的話呢 建議還是保留這個頁面 讓訪客去註冊 讓我們先得到他的email 然後等他點擊送出名單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跳轉 直接跳轉到這邊來 銷售頁面 讓他看完之後呢 誒 決定購買 然後他購買完畢呢 就直接登錄 觀看課程頁 那他如果在這頁沒有購買的話呢 那至少你在這個頁面也已經拿到他的電子郵件 那我們就會利用自動回復跟進信的系統 自動的跟進他 每隔兩天就會自動發一封email給對方 那email的內容呢 其實就是當初我們在直播的時候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不用把直播內容一次全部給他 你可以把影片切斷 譬如說分為三段給他 分成三天 寄送系列的信件給他 那以後呢 如果你要再做直播 當然也可以 那就不是預售的直播 而是直接直播完之後呢 然後跳轉到這邊來 銷售頁面 直接讓他去購買 那每一個月或是每個禮拜 你都可以做一次直播 看你自己的喜好程度 還有累積的名單量 那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要做直播的話 你一定要事先預告 譬如說你是下個月要直播的話 那總共有30天的時間 你最好每個禮拜發一封通知信給他 然後在最後一個禮拜呢 每隔兩天比較密集的發給他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每隔半天 最後十分鐘到最後五分鐘 你都要再發一支信件 提醒他來參加直播 這樣效果才會好哦 那我們在網路行銷欄人包2.0的初級版 課程裡面呢 都會教各位 怎麼樣去製作 像這樣子的名單收集頁面 還有像這樣子 如何跟你的直播網站做串接 註冊直播座位的頁面 還有如何製作 這樣直接銷售的頁面 最底下呢 簽入WooCommerce結帳單 那目前在錄製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左邊這邊 已經55支影片了 那大概已經完成了90%了 還剩下10%的部分呢 我們會陸續完工 目前已經錄製好的課程內容呢 就包含架設專業的 Wordpress多功能的網站 裡面有這些內容 然後一頁式的網站外掛功能的解析 裡面有這麼多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架設一頁式的開課平台 教你用免費的方法去架設一頁式的開課平台 讓你不用再去租用昂貴的開課平台的網站 再來呢 就是我們教你WooCommerce也可以去設定一頁式的銷售頁 就是剛剛你看到的像這一頁 銷售頁底下呢 直接就簽入WooCommerce的結帳頁面 然後呢 我們還會教你怎麼樣用產品發布的公式 一個實作篇 就是你常看到的 第一天發送第一頁 第二天發送第二頁 第三天發送第三頁 第四天才開始展開銷售 然後每一個頁面裡面呢 都會有一個教學影片的方法 再來呢 我們還會教你自動恢復性系統的實戰 手把手的設定 這邊詳細的內容很多 如果對以上課程有興趣的話呢 趕快來註冊一下我的直播教學內容吧 這邊點擊 然後去註冊一下你的姓名和email 我們在時間到的時候呢 發送電子郵件給你 來看我們的直播節目哦 我是劉奶爸 期待和您在直播間相見 拜拜